面对当前的奥密克戎高传染率 低重症率 低死亡率这些特点呢 我个人认为防疫政策 防疫措施也应当灵活应对 不应当一成不变 特别是各地的政策需要精准有效 需要因地制宜 避免形式主义 避免一刀切 避免对经济的过度打击 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呢 为了保护纱帽 或者为了追求政绩 对防疫措施层层加码 而不考虑对企业 对民生的影响 我认为这种偏向是需要纠正的 防疫中间出现的 寻租腐败利益输送 骗取财政支出 挖空社保基金等等这些行为 应当给严厉的打击 而我们说疫情是危害 但是呢 我认为经济垮了 是更大的危害 所以我们需要 权衡利弊 综合平衡 建议对各地的防疫措施 进行评估 剔除那些没有明显效果 但是严重影响 经济恢复和民生的措施 把防疫带来的次生灾害 降低到最小的限度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